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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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講師 今天的貴賓座位 先生 各位民志 大家好 好 這是一個制限台灣啟動長期能源展型 這個蠻很硬的一個節目 可是對我們來講是超級重要的 能源展型電視集 我相信他不但今天在作為 對他的關係 我想是在能源上面 在經濟 社會 環保 各個方面 我想說跟我們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都齊齊相關 我們接下來的這部section 不長一個小時 可是我相信是非常的精采 那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有到家圍 我們會招勞國師 為我們做今天這一段的主題 工業 結婚 優添 也會再認證 報告這方面 他的一些 能報告大家 傳出了心得 跟其中的一些言論 一些一些建議 其實工業在臺灣呢 在能源的使用和消耗 應該是很重要的 對整個的敘述 其實是很多面向的 是非常多元的 那這一節再講 就是我們現在 在工業的進入中的 我們相信大家都 從我們手邊的一些資料 以及大家在座的一些 過往的一些經驗了解 其實工業在臺灣呢 在能源的使用和消耗 應該是第一 因此呢 從這下手 是不是就可以讓我們的 能源轉型 有比較快 跟比較好的機會 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 臺灣的這個企業呢 呃 尤其是中央企業 臺灣的中央企業 在我們臺灣企業 97% 那麼 對他們來講 職能性的事情 如果是 可以節省成本 都是看出好的事情嘛 但是如果是講型的話呢 它是否需要融資呢 那在 短期跟中期的效果是如何呢 我們知道 一般來講 從這個邏輯上來講 它當然是好的 它合適國際的支持 它合適我們在地的需求 可是 對 經營 對生存 生存很不容易的 很多企業 其實一般的企業來講 它們會有什麼樣的考量 有什麼樣的障礙給它們 在工業優先結合的自裏派 我相信不論是在 政府的政策上 還是在企業的政策上 特別是 老闆這方面的思維 因為它的這個系統性 我想會是它成功於獲得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在這方面做一下 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 以及他們在這方面 也很好的建議 那其中第一位呢 就是台達的 就是王貿榮王國務 他跟王國務 會用非常精采的這個 他的這個經驗 出來台達的 這樣成功的案例呢 會有一個說明 那王國務呢 我剛才跟他聊天的時候知道 他在公園院非常久 三十多年 他剛剛告訴我們 其實呢 工業節目這件事情呢 就關乎於一人 就是那個系列的套餐 對吧 王國務務 那是因為他的關鍵 他的親戚是否有 可是他是一個 很辛苦的事情 怎麼樣在一個 非常 在競爭的區域 也同時在 真正的地方 也就是在環境 比如是那麼 舒服的時候 那怎麼樣去做 這樣簡單的工作 所以王國務務 等一下會給我們 在這方面做一個 讓你介紹 而台達電子的成功的案例呢 其實我想也可以 給我們在做企業界 或者關於企業界的朋友 今天做一個很好的參考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 綠色和平的太子人 我知道太子人 在人園這方面呢 其實之前有很多的經驗 之前是在 H&Train 那現在呢 他也是屬於 在綠色和平的 人園出賣的主任 那他們 綠色和平的 臺灣的 電子業 工業的用方面呢 做過一些 建議的 建議 他也會 建議 就他的看法 可以陪我們 來進行一些 建議 那我想 我們公司的 這次也 讓我們來聽聽 他們三位 發表 給他們的精采 先想 讓我們歡迎 造勢 謝謝 歐盟他們在 能源政策裡面 帶出來的 你會跟 潛能優先的概念 潛能優先的概念 講到說 我們要在盤整個 整體的能源 配置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把 潛能政策當成 一個優先選項 或者是在 投資的資源上面 或者是預算 或者是行政資源方面 都應該當成優先選項 而第二個 對於在臺灣 更有另外一種意義 就是我們談 工業前的優先 武器 在對工業界上 你根本只能一直喊 我們缺什麼 你缺什麼 根本只要我們 無限的資源的攻擊 同時要自問一下 我們定在 人員技巧上面 能夠被造成 國際工業的角度 這根本來提出 這個工業界的優先 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我來臺灣 公業界的優先 我們還是先從 國際人的視角 像是他在理性 老師裡面提案中 在DCD的整個檢 他不清楚面 去思考 工業界的人在正面 因為在DCD 他在去年 一年五度 特別報導的時候 他到底出來 有七個概念 是做什麼 系統轉型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這個轉型 它會不會走加 這根轉定群 它其實在原文件 它會不會走加S 會不會走加S 但這一個強調的事情 是什麼 就是我們才能 只是用我們工業 系統它們的轉變 工業系統它們 也必須要有所轉變 即使在他們提出來的 四個 減碳物件的電話 其中有一個 減碳物件是 只是不用仰賴 所謂的CTS 就可以到 一直正在DCD以下的地方 而這個減碳物件 它最後 最重要的訣竅 在於說 要求盡我們的能源效率 而大家所謂的 極限能源效率的奇跡 可以這樣想像 但這個極限能源效率的奇跡 裡面 它是怎麼樣定位 這個工業號碼的目標呢 還想像說 如果我們要到2050年時候 讓全世界的能源需求 到2010年接到 直到開城以下 而這時候的話 公業股門 那個號能 只是要總號能 必須要接到開十五顆粽 而這間接到開十五顆粽的話 它就是展開 我們生產 一部份的產品 可以讓我們的 開十五顆粽能 必須要減少兩千顆粽 所以生產 你對鋼鐵 或者是你片的晶圓 它都必須要在 提升運銷 必須要接到 耗能到兩千顆粽 另外一部分的話 讓我們總共整個機器裡面 所需要的 剛一點的水泥 直接流入掉 它整個的需求 在抵到幾顆粽 在這兩個家族 之下的話 才有辦法達到 2050年時候 工業的能量 能夠照進 接到開十五顆粽能量 而在此的話 我們要進入資料 說 那我們到底該如何達到 第一次在IPC1 他們在 第五次評估報告 第五次評估報告 首號是一塊 下了一個 更新的機能架構 那想到說 我們今天方面的話 就有兩個 我們現在的 中央的團結 不只是我們來提到說 然後我們生產 會產品 我們的能源消費量 比較想要好 然後能源消費量的標準 或者是從 這些法會違反的制定 或者是用這些獎金補助 或者是 或者是 或是從探定價方面 提高 他們在結合同資上面的用益 然後說 我們生產各樣的產品 從耗能的能源 最少就好 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希望說 耗能的能源 它是比較低碳的能源 就是低碳來的 短化 所以是可以提升 我們的所謂的 排放效率 因此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在台灣這邊 我們就有些 南線鍋物 環繩南線鍋物 這樣的一個措施 但是在這些環節上面的話 推動上面 會遇到三個阻礙 我遇到多一節的時候 它是 多一節是一個很難解的部分 是一個實在 所有的檢灘 檢灘的一個部門分析裡面 來講的話 它都是被 視為是一個很難解的部門 因為它有三個問題 一個部分就是它 檢灘資本 撤刀的 就是不論是 鋼鐵石化 或者是水瓶 這三個檢驗 它免檢也是會看 它的檢灘資本 都要到60萬美元以上 而股下 目前當分 各國人要去看價值的話 都沒有到這個程度 因此很難給這個公民 直接好好採用一個檢灘用力 而第二部分的話 就是這些產業 這些產業 它面臨的是個複舊市場 所以在這個複舊市場 的那個壓力之下 它們在這個 各國的這個能源 效益的規範法規面 它們就有很多 規避的空間 所以說 像現在 對我們7個國家 提出一些 碳定家的措施 但在大部分的國家 他們碳定家措施裡面 對工業這塊 都有些豁免的實力 因此在電話 就沒有辦法 藉由這個碳定家措施 給工業進入 而再來第三個部分的話 再來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 工業它們的 設備的 售量是非常長的 像是我們車子 很適合一台 所以我們下一台 他買的車 整個都不可能是電動車 那中業一個製程 一倒進去之後 又刺激 刺激的售量 而這 因此它要在 短判商標區 提升的效率之後 我們必須要掌握一次 一次很重要的一個 投資 投資的實際裡面 照發展全業界 提升它的 燃燃效率 但在這些不利的 印度之下 我們在談 工業界的方面 工業的 靈開轉型方面 首先 新的發展的趨勢 這邊都有一個比較 良好的工業 工業靈開轉型的大環境 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推動 燃燃效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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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效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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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在金融業 這塊 因為水線大概有750家 金融投資業 他們會去開 他們的投資在對象裡面 是否有做好 在探風險方面的 品顧分析 第三個部分 燃燃效頻率 燃效頻率 燃效頻率 雖然會寫對於 經燃Zn 在課程的時候 努力處置 housekeeping 多餘個機率 典效 word 這個善望 所謂叫員導導 select IAA 最新的報告 明 기 étaient這樣的 比如說像我們談AI AI可以讓製程多麼優化 但在另外一方面的話 AI導遊都在整個製程中 它也可以開花出來 大概也相當於10到30%的解決潛力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國際局之後 我們就要看到台灣 我們剛好目前在東越界這邊 有做哪些努力 如果我們果然現在的話 在DC的加工 進行產業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那我們在物質消費方面 我們台灣加進來推動 有些循環經濟嘛 然後在循環經濟這一塊的話 我們就是有一些園區方面的投資 另外不會在台灣效率方面的話 我們就是因為空物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國際之間 波波的開換 所以我們在這邊跟國際效應 比較不一樣 國際上面的通貌都會談 減碳可以帶來的空物效益 當然台灣反過來是因為 空物可以帶來的減碳效益 但我們就知道 政府國立對新的政策 燃營效益這個面向效益的話 我們雖然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在國際燃營效益政策 營分塔上面 我們在工業營效益這一塊 我們跟韓國是畢業第七名 畢業第七名 大家希望我們晚上放球可以贏韓國 我這樣也希望我們中間結束 就特別換話 也可以走來贏韓國 因為我們比較像我們在韓國 都過差一講話 是我們在過差比較大的項目 就是我們在所謂的 自願結成協議這一塊 我們在這個項目 銀幣裡面我們得到零份 韓國只要滿身的三份 所以我們過差比較大的項目 那我看能源效益這塊五號 我們在2014到2015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比較 比較廣泛的能源效益 很危險的大用戶 他們每年的 能源一間投資 一間投資的 節電腦大相應 他們用電腦大 是1%左右 另外的話 我們就讓耗產業 都有一些 幫產業的效標準 然後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提出來 所謂的動力跟公共設備 的開副派心股股 但是大家也不知道 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這個能源效益 整個角度看起來的話 我們在過了三年裡面 過了三年 我們在通用的能源管理政策裡面 其實上面我們針對工業界 這一塊 我們並沒有任何新的 所謂的管制型的政策的導路 我們只有 在一個補助型的政策上面 我們有一個新的驅動 而這樣的一個政策落差上面的話 就產生了哪些問題 我們這邊用很簡單的 兩個指標 兩個指標 給大家做一個衡量 第一個部分 就看工業的用電量 工業的用電量的話 我們在過往五年來講 像紀念度的用電量的話 我們是用紀念一到八月的時候 我們用電量有負成長這個趨勢 來去做一個評估 因為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工業部門的用電量 較前一年大增了5%以上 所以就導致說 我們在這段期間裡面 我們工業的用電成長幅度 大概是到2.2%左右 但是2017年那時候 我們提出來 整個我們台灣 達到我們階段性的管制目標的 節能政策規劃的時候 各個部門別的節能目標的時候 工業部門的用電成長率 我們是要把 希望能夠把它壓到 0.8% 0.8% 所以這邊的話 就一個很明顯的落差 而這樣落差的話 就產生兩個不利的效應 就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導致我們注定 沒有把它達到所謂的 2020年的第一階段的一個管制目標 而第二個部分的話 他也危急了 我們在所謂2025年的第二階段 到減10%這樣的一個目標 因為我們原定的工業部分的話 我們是原定在 在2017年提出政策規劃的時候 是希望能夠把2025年的時候 工業部門的用電量 是壓到1451度左右 但這個量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超過 就已經超過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很具體的一個項目 而另外一個衡量部分的話 就是大家非常關注的石化業 本身早上 周老師的專題演講裡面 或是剛才的討論裡面 都談到很多的石化業 而這石化業 在排態量 占全台灣的15%左右 而我們原定的整個政策規劃裡面 其實有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標是 我們希望讓石化業的規模 不再擴張 不再擴張 也就是它在2018年的時候 石化業生產的規模 應該要比2015年 減少1%左右 但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卻是 反而是增加了2.3%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問題 而如果我們在談轉型的話 我們從轉型的三個層面去看待說 那我們在工業節省上面 還有哪些的治理缺口 其中我們如果從一個所謂的 產業創新利益的模範 這樣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那我們其實在所謂的 十大排檔企業裡面 我們目前是其實缺乏一些 所謂的企業典範 我們目前十大排檔企業裡面的話 因為台化在今年度 剛剛承諾他們要去推動 承諾他們已經採行內部碳定價 已經採行內部碳定價 所以我們現在十大排檔企業裡面的話 已經有兩個去採用的碳定價 但是我們十大排檔企業裡面 排檔企業裡面 有採取一個所謂科學基礎目標 就依照全國際上面的檢查目標 去訂立他們 他們自己企業的檢查目標的部分 也是只有台積電一家而已 而另外的話在EP100或RE100 這些積極的人員轉型承諾裡面 我們台灣是並沒有 十大排檔企業裡面都沒有參與其中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按照國際的那個 國際針對水泥業跟石花業 鋼鐵業的一個銅材評比來講的話 在鋼鐵業的銅材評比裡面 中鋼也被納入 在22家裡面排名第九 輸給南韓的現代鋼鐵 然後再來的話是在化學業的 石化業的評比裡面的話 全部評比也是納入22家 全國際的那個 國際的石化業者 而台塑有被納入評比 他排名是22名 然後在水泥業 水泥業他也有13家的水泥業被納入 被納入同業評比 然後13家裡面 我們雅鈴也有被納入 用雅鈴排名也是13名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出現一個 缺乏企業典範的一個狀態 而在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看到說 那在節能投資意願這一塊 就是李老師的專長研究 我們目前可以看到說 企業他願 按照工業節能支庫裡面 他最新的調查裡面的話 就是目前這些產業裡面 他願意投資的節能措施 他投資回收年限大概是2.6年左右 這以往的大概不到兩年來講 已經是有所增加了 但在這一塊的話 我們看到一些國際 他們的資料來講 都至少要在 他真的大規模的節能措施來講的話 他的投資回收年限大概都是在四年以上 四年以上 所以在這邊會有一些落差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丹麥那邊他們在推動 他們在這一塊節能的時候 他們就會要求說 你有參與任何官方節能輔導的企業 只要我們發覺出來是 四年以下就可以達到你們投資回收期的 就可以投資回收的節能措施的話 你既然你已參加我們這些官方的輔導 你就必須要充分就承諾說 只要是我們發覺出來是四年以下就可以 投資回收期在四年以下的項目來講 你們就必須要去投資 而不能只是說 我們就參考一下你們的建議而已 然後最後一項的話來講 是對建構整個台灣的能力轉型氛圍來講的話 我們有看到一些工業方面比較不利的因素 這個不利的因素也是來自於說 他們在自己對於國際的程度來講的話 他們都會強調說他們在推動綠電 然後很積極來因應氣候變形的問題 但反過來他們參加同業工會的時候 卻開始在談的一些是 對於我們在能源轉型上面比較不利的一些因素 不利的一些做法 所以因此我們在這邊我們就思考著說 那我們在這個政策建議書裡面 我們就思考說 那台灣的工業節能方面 該如何更進一步的突破 從目前我們有的 既有的一些能源效率規範以外 如何再搭配其他的動力裡面一起去推動 首先第一個部分的話我們先做一個分析 我們這邊運用工業院發展出來的 2050能源情境模擬器 去模擬一下說 我們在所謂的 而極端節能情境跟 如果要納入一個循環經濟概念情境之下 未來工業部門他的用電的變化為何 在這個分析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談到說 如果我們 business as usual 我們沒有做任何積極的節能政策導入的時候 我們大概工業部門的整體的耗能量 大概會較2018年會增加兩成左右 而如果我們只採用一些節能政策的話 大概可以把這個 增幅可以把它抑制到10%左右 但如果我們能夠在 倒路循環經濟的概念的時候 循環經濟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則是可以讓 2050年的時候工業部門的能源需求量 叫2018年的時候減少10% 減少10%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就要提出來 就是說那從這樣的規劃裡面 我們就要思考一下 那我們應該要採取了一些重要的核心措施 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的核心措施當然是強調作業要加鹽能源效率管理 在目前我們的能源價格完全沒有辦法合理化 沒有辦法反映外部成本以下 我們要求工業要增加他們的節能投資 要激發他們的節能投資的時候 那我們就只能靠一些棍子型的工具 去激發這樣的一個目標 像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就像是在同樣是在晶圓業 同樣是在半導體業 他們生產一片晶圓的話 平均的耗力量 他們在同業裡面最佳值來講話 還是差距來差到將近有7成左右 耗力量還是有差到7成左右 所以這代表說 我們在一些管制型的工具上面 我們都在標準上面 都還有一些加鹽的空間 而另外一部分的話 就是要談所謂的發揮循環經濟的忠效 就是我們現在雖然很積極在推動循環經濟 但是我們都會忽略到循環經濟在對於減碳方面 它是有哪些注意對提升能源效率方面 有什麼樣的注意 然後在另外一個面向來講的話 就是談所謂的揭露企業人員的績效 揭露之後 我們才有比較好的一個公眾監督的素材 可以去家裡分析 特別是有很多金融業者 他們才可以更清楚知道說 他們放款的對象來講 有沒有好好因應到這個氣候變遷的議題 但是我們目前企業的資訊來講 都還被視為所謂的營業機密 沒有辦法妥善的揭露 然後最像比較長期的部分 就是如何導入創新的區炭化的製程 所以在我們這個政策報告書裡面 我們在提了這幾個核心措施以外的話 我們有一些具體的行動方案 這些具體的行動方案來講的話 我們先來看看短期裡面 我們說要求營業要做的事情 短期裡面就剛剛提到說 針對這些主要的幾個耗爭產業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訂立它更重要的 節能跟綠電的使用義務 因為我們現在雖然知道針對這些大用戶 我們因為有普遍性的再生能源條例修法之後 有些再生能源大用戶的一些綠電的衣物 但是我們目前的綠電衣物來講話 可以增加的綠電大概只相當於他們用電量的2%左右而已 這塊其實是還有提升空間 我相信等一下蔡滷衛主人應該會針對這個部分多做一些討論 而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強調的說 你要針對台商回遊這一塊 趕快建立妥善的能源審查機制 能源評估管理機制 然後針對2030年之前 如果我們要進步達到全球碳中和的話 我們有三個目標要去做 三個很具體的行動來講要做 第一個部分就是必須要結合數位化的這樣趨勢 能夠導入所謂的數位化能源效率策略 這是IEA裡面提出來的一個新的概念 因為我們知道說廠商他們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們會同時投資他們因為因應智慧製造 他們就會投資一些新的製程改變 但是你要我們同時有一個能源角度的視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整合在一起 一起要求他們這個製程的提升的時候 是可以兼顧數位化以及兼顧能源轉型的 而第二個面向來講的話 只是在談所謂的低碳製程的導路 包括說產業未來你要如何導入CCS的一個 roadmap 必須要加以明確的規劃 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整個循環經濟概念的充分結合 你要創造新的循環商業模式 改善整個駕駛鏈的整體支援效率 而在這邊的話我們就來這邊我們要再更強調說 最後的一個政策建議就在談的部分 還是在台商回流這一塊 台商回流這一塊就是我們立刻要面對的問題 目前我們在所有的管理機制裡面的話 我們只有說那台商回流的話 我們會加速台電的用電計畫書的核可的行政程序 但我們並沒有設定一些適當的一些管制關卡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提出來三個階段去進行這個管制 包括第一個部分的話是產業的篩選 耗爭產業這一塊我們並不是歡迎你們回來的一個投資的選項 而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要強化的能源使用評估制度 目前的能源使用評估制度來講的話 我們的內容是不透明的程序也是不透明的 這塊難以引起公眾監督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在能源轉型承諾 必須要列為我們要提供所謂的工業區的租金優惠 或者是第一貸款裡面的一些的必備條件 最後我要強調的事情就是我們在談這個工業節能優先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一些個別工業節能優先本身的核金措施以外 他也跟我們這個在整個報告書裡面提出來的其他的重要的政策工具之間有互相搭配 包括是藉由參與式治理革新裡面去營造出來 出來整個社會氛圍 社會氛圍促使產業必須要提出來的他們長期減碳路徑圖 而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跟啟動路徑 綠化的資本流有關 它可以引導新的資本配置 而第三個面向來講的話就是藉由外部成本內部化 它可以去激發節能投資的動力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份報告書裡面 針對工業節能這一下裡面 我們提出來的一個完整的政策建議 然後歡迎大家再持續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趙博士非常精簡的介紹 其實他這個研究非常的 完整 就是時間的關係 我想會後一大愛可以跟他在一起的計較 那他剛才很清楚的跟我們談到了 就是我們目前面對這個能源整個短期的挑戰 還有一些政策的組合的建議 那當然這裡剛才也談到在整個產業的一些不同的相關的狀況 特別是在實況上 而且也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這個時間去跟前進 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產業的一些或者是在我們這個經濟環境 我們沒有辦法一測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的台商回流 那這件事情對整個能源的轉型 會有什麼樣的轉變呢 在一段時間之後是我們又會面對其他的一些變數 我想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那麼另外呢 最後呢我們剛剛也看到趙國士談到這個能源跟產業的一個政策 必須要有一些整合 那才能夠真正的把這個能源的轉型做好 那時間關係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這個台達電子的節能部門 在工業院有非常三十多年經驗的王茂榮王部門 我們來的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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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